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神反转的动画短片 监狱竞技场 话说呀,光头强终于因砍树被捕入狱了 监狱里的壮汉都嗨了起来 瘦小的他看着监狱里热闹的场景吓得浑身打哆嗦 监狱老大也看出光头强的屁股一定很滑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之后光头强躲在牢房里蜷缩着身体 他想逃避不去面对暴躁的御友们 他辗转反侧,躁动不安,紧张害怕胶着 但集体活动总归是要开始的 光头强先是被四个热情的御友海扁了一顿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全方为三地式的攻击把光头强打得怀疑人生 正所谓监狱苦,监狱累 想想当初就不应该犯罪 光头强独自一人来到食堂打饭 他的餐盘瞬间就被洗劫一空 没抢到的御友还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光头强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回头时刚好遇见美食堆成山的监狱老大 老大见着这么一个欺负他的好机会 自然不会放过 于是抓起光头强的脑袋 像扔保龄球一样把他扔到了一边 老大居高领下地看着他 想痛快地揍他一顿 突然光头强手上出现了一个蟑螂 而老大看见蟑螂居然直接吓晕了 旁边的御友们一看老大晕倒 大事不好 心想这光头强一定比老大厉害 于是所有人都对他肃然起敬 这下光头强终于可以挺胸抬头做男人了 于是乎光头强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御友们都被他吓得抱头鼠穿 老大也不例外 他依旧惧怕那只蟑螂 怕得瑟瑟发抖 他给老大脖子拴上了狗链子 用蟑螂成功控制了老大 成为了监狱里的一霸 没有一个人看到他不害怕 终于光头强膨胀了 开始让御友们给他做雕像了 但是监狱老大长期受到压迫 他觉得心里很难过 于是光头强让蟑螂亲了老大一口 老大直接化身成狂暴巨兽 接着就开始暴走 冲垮了整座监狱 光头强一下子成为了所有御友的英雄 他是大侠 他是上帝 正当光头强在想为什么这一切都这么不可思议 监狱老大一击重拳将他带回现实 原来这一切都是光头强一银出来的 嘿嘿 我差一点就信了 想成为世界首富吗 想娶个神仙当老婆吗 想明天就开上马沙拉蒂吗 想今天晚上就中一千万彩票吗 那就点个赞吧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